我们接下来要以其而成要听父母的院长的一首钢琴传作 可是这首钢琴传作也很好听的名字 就是叫做尊语啊 各位 人在小孩路上的时候 我已经初心在彰化县 我们报告什么 这一次我刚才初心后 我很大声地讲说 我是彰化县二水乡 一个乡下的小孩长大 我为什么这么理气讲到这个呢 别的不说 就在我音乐的教育的心态里面 我都很怀念这个彰化县二水国桥 这个小小的小学给我们所有的一些音乐的起发 怎么说呢 我迷活 大概这件事情自发生在迷活 大概63年或是62年的时候 我就读彰化县二水乡 大家也知道 圆连社头 圆中 过去就是二水 再过一个口水系 就是什么 就是零类 妈妈指 几天前 都按照十一圈的 结果我们都使得到零类 各位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木造的音乐教师 上面有一个五线 还有一个硬盘的木 木 方开诺文 方开诺文 我现在记忆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我们的诺文里面就有一首尊余 叫你唱歌 这个尊余就是 各位还记得祝典的学员地方 当地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 就这样了 还记得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从这首曲子拍几个 你看 老师教我小乐人一起唱歌 可以唱的啊 几分钟都唱完了 然后大家很快乐场 那歌手我记得很清楚 后来呢 苏伯特先是写这首《遵御》的仪式歌曲 后来有一天 苏伯特 好像在1817年的时候 他跟他的孙岳家的老友 到他的家乡去玩 各位您如果呼呼一下 奥地利的地图跟台湾是差不多的 什么意思 奥地利有很多高山 台湾有很多高山 比如说我们随便跑到西地乡东湖就是高山 在那种高山明灭的一个空洞里面去拜托一个矿山 铁矿 或是煤矿的长官 那个长官本身很喜欢啊 很喜欢 所以他的长官就跟他师伯特说 哎 师伯特 你能不能冲作一首曲子吗 就是以这个尊于这个艺术歌曲为内容 变成一个钢琴舞重奏的曲子 叫做尊于钢琴舞重奏 所以今天我们很特殊才会请出这五位业佳来评这首曲子 所以这时候我再慢慢帮大家介绍 所谓钢琴舞重奏 就是前面这五位美女手组成的 先介绍最后会那个钢琴 当然就是我们陈怡森 陈老师 好 拿着装排钢琴艺艺术类的钢琴也做了硕士 这是干几 再来准备这一位叫做小提琴家 刘宏林 刘老师 他是由杰奥地利摩利 维也纳非兰地 艺术大学的小提琴也做了硕士 那这一位叫做张琦嘉 刘老师 他是杰宗廷 杰宗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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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 杰宗廷 杰宗廷 好 好 其實這五位女一個四位女士小弟中一般的學姐的學妹 她是才說從一般畢業到第一 然後她就是到美國的琵琶裡面在中盡幾年都有錯 詹老師 當然你看看來 如果說那個套餐長班 自己拉大提琴裡面最偏拉大提琴 對不對 好 最受跟著掌握新廠的大提琴健康 吳嘉珠吳老師 美國威士開支大學的大提琴健康的模式 那今天大家看到最特殊的一個 大提琴最大的 人類最高最甜美的 就是吳嘉珠吳老師 這是美國歐斯科的摩克利音樂院的低音大 這個叫做Doll Bass 就叫Control Bass 就是你看 已經大提琴 現在起來了 哇 現在還掉起來 還是差了一個努力 那 各位 一個簡單的物理嘗試 琴健大的聲音樂怎麼樣 一層 所以 這是低音大提琴家吳嘉珠吳老師 所以 補充這個開啟琴奉 那 已共有五個樂章 只有第四樂章跟 就是按照剛那個 那個尊羽林的 藝術歌曲的學歷作的樂作曲 可是各位 不簡單說這個原因 小小的一座五分鐘三分鐘 也能支持你的世界 這叫藝術歌曲 四十幾分鐘的音樂 也可以把它變成這麼大的 龐大的室內樂作曲 可是各位 想看 如果三十分鐘過去了 你就看不像剛剛很小的一座 只是柔軟的學歷波曲 也可以感動 可是這四五十分鐘 如果沒有詳細的去領略它 我告訴各位 好 剛剛某人早 一年起就決定 我聽得一百變一座 我就是要把自己聽得很熟 我猜到這個能量 會出來感動跟大家分享 我做這件事情才有異議 不然我們都非常累 我今天總早上跟他下來 看到下午 我心裡多了 突然心脫了 可是現在又回死起來了 做這個音樂 真的啊 我就不然回死起來 嗨! 驚醒過來 要不然你真的看我就 如果沒有約會 我就躺了 我就睡著了 所以 我跟他支持一百變一座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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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幸運 有 大家有幸運 大家 我 你只要跟著我的角度 我畢竟已經講了三百場以上 我的經驗 我希望我們要生動活潑 深入潛出的方法 讓大家領略他的精緻跟公表 而且覺得王者也不會睡著 因為我不是從我到 我就講話 人家就知道 一邊講一邊有音樂出來 稍微幫你點一下 最後完整演出 我會領略的過程 讓你了解 好 我們現在因為時間很有限 我們就趕快進入 五個願章的坑與五重眾的 第一願章 好 第一願章 那通常喔 所有的群子裡面的第一願 各位 從現在開始這個是比較 前菜已經吃完了 現在要吃八十的 聽骨頭牌 就慢慢吃慢慢咬 要舉腳慢捏 要慢慢咬 才會不會到 所以各位 從現在開始 第一願章 最複雜 就是所謂的一個 咒名曲式 簡單來講 就是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會叫做 城市部 城市 城線 我們五個 我就站在這裡 讓你看清楚 我們就長這個樣子 中間那個部分叫做 發展部 根據你看到我們現在 進骨出植 等一下 可不可以動骨脫脫 有不一樣的變化 會出現的變化 再來第三個部分叫再現步 我們根據你看到我們前面 城市部人類的 我們再一片讓你 領略一下 你回味一下 我們剛剛一個人要再一次出現 叫再現步 這是西洋部的領略裡面的第一月章 最複雜的地方 都在這裡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為什麼不要城市部 那發展部就好了還要再現 就是希望你多領略一下前面的情況 有時候講說我們人生的經驗是這樣 老和尚年輕的時候 見山是山 那就是城市部 中間他有比較叛逆 就見山是山的 就是發展部 最後見山還是山 老了還說 我看到見山還是山 可是到最後見山還是山的時候 他的心境已經過了 他們千山亂水的一些奇妙的變化 這邊人生的道路是一樣的 有這三個部分 然後來 第一個部分的城市部 有兩個主題 好 那現在我再開始了 你看這 剛現在曲子一開始 你先聽一下 一開始 好 然後來 鋼琴三連音 一開始 再來 第二倍 從一開始 暫停 九一連音 來 好 各位 寫文章一樣 音樂一樣 有些人寫文章的話 後體很精準 一下子就好 開門見山 好 像穆德爾頌的小提琴 其實都喜歡這樣 開門見山啊 開門見山啊 樂團一開始 沒有經驗出 全體就 停滅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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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他剛剛 你看到他這樣 請問給你猜 他是開門見山 外國的方法是很辛苦 你要跟我們做老名傳牌 五年半就來了 他們要去說 什麼時候要跟著我的醫師去配合 所以他們更辛苦 要不然人家說 這個是另外下午 我們就不要吵 我們就開始演奏完就好了 可是他們為了配合 我們的老名解說 他們變得這樣變好 所以很難得 我們現在開始 聽到一分鐘出現 甚至慢慢哭成 導奏出來 最後我一筆一的時候 聽出一筆 就是小類型的主題會出來 會比較完整的唱得更懸疑出來 就是這個人曲子的奧妙 那還在立衣服中的時候 好 我們現在開始 從前面的慢慢營造 導奏的清造 我一筆出來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比錯 比錯我今天就不要玩家了 一筆的時候你注意一下 小類型的主題 這段的旋律是很完整的 好 我看不見 我 都 可以感到他第一主題以後 他這樣完整的拉出來的前居首相 我們現在全部都停下來 請小清清把這個主題一個人拉出來 好這懂意思嗎 所以他就是在慢慢步驟起來 在第一主題再出了 然後中間再繞繞繞繞繞 這繞繞繞沒有多久他第二主題 歌唱線的第二主題要出來 各位各位 文獻條這樣寫啊 我自己也深深覺得好 就是一個這個礦山的長官 自己拉手當大理琴 很喜歡大理琴 所以他 蘇柏特叫做影響他就是 很多這個五月章的絕美的旋律 都是由大理琴拉出來的 然後為了給他表現旋律 可是第一的部分就是要被 那個第一大理琴 對 第一的部分 都能把第一大理琴出來 所以你看啊 第二主題一出來的時候 有那個很美的琴 大理琴拉出來 你知道嗎 小提琴馬上在後面 跟他互相彙一下 他們兩個在 互數還去 在眉來也去 所以這段 第二 我在第二主題出現的時候 什麼 你感覺一下 他是一發 那個男朋友 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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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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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一 一一 然後就跟他唱歌一下 一一一 那就是玄秘的玄秘就是這樣 這是第二種的 好 沒有多久 他還 蘇柏這種 玄秘的方式 我等一下喔 你就可以看到 古往記載 有一個人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很讚 他說 古往記載 玄秘寫的最好 兩位一人講 一個是蘇柏人 另外一個是莫嫦 真的是 這是一到五誰 一心發揮 一下子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比賽一下 他是如何是玄秘的方式 玄秘這兩台想太簡單了 順手的臉排 然後稍微變化下 就出來 所以 第二種一出來的一句話 有一段很快樂 很結合的 玄秘從鋼琴做出來 你看看最後 是不是很快樂的做出來 這首曲子 五個月 五個月 幾乎都是大吊 只有中間有某小的音樂 這個小吊 所以整體來感覺就是愉悅 什麼意思 就大家去玩啦 沒錯我們去河灣山玩啦 我們去東吳玩啦 我們現在那個 那個 彩虹幕啊 這都是這樣的情形 要去春天 現在春天到了 要去春天要去教育 跟這個明媚的風光 去玩的感覺 就一樣 很厲害 接下來啊 什麼叫花長谷 花長谷一開始 你覺得 咦 跟前面的明媚不太一樣 可是其實還是有關係的 有 關前面的一點點想像動機在花長 你看 花長谷就算他稍微慢起來 花長谷一開始 好 馬上跳到後面 跟這個船艇一樣的舞光 表情非常不一樣的 好 馬上跳到後面 跟這個船艇一樣的舞光 表情非常不一樣的 好 好 好 有沒有 前面是人 細細人 冷清人 你打拆拳一擊不一樣 你的後背 感覺就不一樣 發展 就是有舉腳 有腕位 有變化 有發展 有戲劇性的張力 有慵懶的舒緩 還有衝擊 有目響 還要到處 我覺得花長不是非常精彩的 一個階段 那你正線花長 跟中有關 跟一開始的動機有關 你看我們在理論一下 一開始是這樣的 一開始 好 就變成這樣 所以看到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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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前面這個動機的景音去做發展 所以我發現今天的美感就是在變理不變之間 不斷增加他的色彩跟能量 無時無刻不再做精彩和巧妙 所以你要了解這個理由就有這些因素的存在 好 各位再給我第五動作 我們已經知道 程式部第一主題 第二主題也知道發展過了 接下來就是在線部第一 第二主題最後就解釋了 所以各位 現在二十幾秒鐘很重要 我現在開始要完整的演出一個圓章 大概要八十幾秒鐘 各位注意我的肢體 我比一的時候就是程式部第一主題 而且第一主題出來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那是一開始就是喔 是千呼萬喚使出來的 可是我比一的時候全體看小必行的主題 然後他有這個能量不會停耶 再來二就是程式部第二主題 再來發展過的時候我會從頭上 所以跟我們自己裡面 我們一起都跟著他那幾個一打翻 或很很頭醉在一個 補動我的肢體的時候 就是在發展過的時候 可是我們要問回一個 一的時候就是在線部的第一主題出來的 你如果沒有把音樂聽得很熟 一的時候就一整個主題出來 你不但音樂在幹嘛 所以我聽得很熟 我再比一就是在線部的第一主題 再比二就是第二主題 最後小節目 你看到我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一個運勢要結實的一個小小節目 可是我們這種曲子 我們要按照他主播的精神 我們程式部是有卡錄的 所以很簡單 程式部第一主題 第二主題小節目 再一遍 程式部第一主題 第二主題小小節目 接下來小節目發展過 再來在線部的第一主題 第二主題 最後節目 將就結束了 所以注意我們的肢體員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以這裏掌聲來接這個第一位 走 第二主題小節目 我們進出各種項目 都在喜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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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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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